说到农产品种植 少不了要用农药 但是如果不按规范使用 就会使产品农药残留过高 危害健康 但是记者在山东维方地区采访时却发现 有人置国家法律和人民健康于不顾 明目张胆 滥用剧毒农药 前不久 记者来到了山东省维方市 霞山区王家庄街道农村 现在正值种植生姜的时节 路边是一片片的生姜田 盖上塑料薄膜的是已经播种的生姜田 还有大量的生姜田已经开好沟等待播种 在西波浪泉村附近的生姜田里 记者看到一个农户正拿着一个蓝色的袋子 往地里撒着一些东西 记者在田边找到农户丢弃的这种蓝色包装袋 发现这是一种叫神农丹的农样 这种蓝色包装的神农丹每包一公斤 正面印有严禁用于蔬菜瓜果的大字 在背面一个骷髅标志和红色的剧毒字样引人注目 种姜时 农户直接把神农丹和化肥一起撒在已经发芽的种姜边上 白色的颗粒是化肥 黑色的小颗粒就是神农丹 据专家介绍 神农丹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叫剃灭威的剧毒农药 50毫克就可置一个50公斤重的人死亡 所以不能直接用于蔬菜瓜果 2010年就有媒体报道 在安徽省林碧县 因为使用使用过神农丹的黄瓜 导致13人急性中毒 在三天的时间里 记者走访了辖山区王家庄街道管辖的十多个村庄 发现这里违规使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的情况比较普遍 田间地头随处可以看到丢弃的神农丹包装袋 江农们都是城乡城乡的使用神农丹 记者发现这里不仅违规使用神农丹 更为严重的是滥用神农丹 按照农业部的农药登记 神农丹只能用在棉花烟草月季花生甘薯上 在神农丹的使用说明书中还特别规定 在甘薯地理使用 仅限河北山东河南春天发生严重腺虫病时使用 在花生地理使用仅限于春薄花生 甘薯和花生有限制的被批准使用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这两个作物的生长期较长 实验证明能保证安全 即使在这些作物上使用 在用药量 用药次数 用药方法也有严格的限制 就拿跟生姜比较接近的甘薯来说 按规定每亩使用的剂量是2到3公斤 而当地农民在种生姜时是怎么使用的呢 神农单产品一般每箱10代每代1公斤 这里的农民每亩要用到8公斤到20公斤 是规定用药量的3到6倍以上 按照使用规定 即使在批准的作物上 在其生长周期里也最多准许使用一次 那么这里的农民要用几次呢 你们一年用几次啊 两次 夏季什么时候用 夏季培长的时候用 几月份的用 几月份 培长是几月份 里秋那是几月份 8月7月份 在神农单的使用说明中 还标明在甘薯地里使用时 安全间隔期是150天 安全间隔期是指从最后一次施药到作物中 农药残留量降到最大允许残留量所需的时间 这是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指标 而这里的农民 不仅在四月份播种时超量使用神农单 到八月份立秋的时候 还要超量使用一次 这时距离十月收获新疆 只有六十天左右的间隔期 远远少于参照甘薯的150天安全间隔期 超量使用又大大缩短间隔期 这必然带来农药残留超标的风险 而神农单所含的替灭微农药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被植物全身吸收 它的特点是有水龙性的 它就会顺着蜘蛛的根系 到了蜘蛛的颈部 到了蜘蛛的叶部 也就整个生姜的蜘蛛上 从根到叶都会有替灭微的分布 周教授认为 滥用神农单除了会造成生姜中农药残留超标 还有另外一个危害 就是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农民种僵时使用神农单 通过不断浇水灌溉 会使得大量的农药成分溶解到地下水中 那有的数据说 一旦进到地下水当中 它的残留期几个月到一两年 这么长的残留期 那你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在一个水位比较高的地方 在一个水源附近 大量的长时间的使用这个TBV 那么它的代谢物和它的母体药 在随着下雨随着这个灌溉 它扩散渗透到这个地下水当中 会对地下水造成很大的影响 唯一方是霞山区 因为境内有山东省最大的水库 霞山水库而得名 记者走访的十多个村庄 都分布在水库的西岸 对于像霞山水库这样的 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 国家规定 水位线以上200米的陆地 都属于保护区范围 不得从事农牧活动 更不能使用高毒农药 但是就在水库边上的 董家套村附近的这块生姜地里 几位农民正准备用神农单 播种生姜 记者目测 离这块地不到100米的地方 就是霞山水库 其实当地农民对神农单的危害性 都心知肚明 因为使用过这种剧毒农药的姜 他们自己根本不吃 那你自己用什么药了 自己吃的 自己吃的不吃药 自己吃的不吃药 不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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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药 所以你自己家吃另外 找块地 不用找块地 那天吃块 一口就种 一口 也吃不留一年 吃不几块 你种一口不用药 自己记得 围方市作为主要蔬菜生产区 是禁止销售使用高度农药的 那么这些生姜地里的神农单 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你那神农单是哪里买在的 从哪个店里买的 从那个 从那个 谷歌室员了 你们是到店里去买 还是他送上门呢 都掉了没啊 你发生事 他透着没 透着没 透着没 有没有 就是政府来人 到地地管 有管的 有管的 他现在呢 10K楼发生事 他也不到家里炒 不到家里炒 政府也不炒 农业主义也不炒 嗯 也不炒 在附近的赵哥镇上 记者找到了这家 名为赵哥果树医院的农资店 按照店门口留下的销售手机号码 拨通了电话 喂 果树医院 什么事 那个什么娘 还有谁弄打 哪个的事 我这东西 牛啊 哦 那我先弄 我想还有什么 油就这 据了解 在狭山区 仅王家庄街岛107个村 种植生姜的面积 就有3万多亩 每年产量超过10万吨 神农丹年年使用 那么每年收获的生姜 都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里是维方安邱市 大黑布村 中国北方最大的 江蒜批发市场 就设在这里 狭山区紧爱着安邱市 狭山区生产的生姜 最后都汇集到这里交易 尽管是淡季 记者看到 还是有20多辆货车 拉着生姜 等待出售 看到记者要农药残留检测报告 一位自称作加工出口姜生意的老板 告诉记者 这并不难 因为检测都是自己送样品 只要找几斤合格的姜去检验 就可以拿到农药残留 合格的检测报告 就是我拿一个继续的姜 去做化验 然后就做整个这一批内小姜的 就是报告就够了 就行了 那那个检测的人不说什么 他不管 你只有你收钱 在侠山 我们看到滥用农药的现象很普遍 那在其他地方又是如何呢 随着调查深入 记者意外的发现 就在同属维方的安邱市 高毒农药滥用的现象 却几乎看不到踪迹 为什么呢 一起来看看 据了解 维方当地出产的生姜 分出口姜和内销姜两种 因为外商对农药残留检测非常严格 所以出口基地的姜 都不使用高毒农药 你们这里人不人使用高毒的 不许是高毒 同属于维方市管辖的安邱市生姜种植面积 有15万亩左右 其中大多数供出口 安邱市对高毒农药管理非常严格 每个镇和街道 每个社区 每个村都设有农药监管员和信息员 对农药的经营和使用 实现无缝隙监管 对违规行为实行油讲举报 这脚用的和擦不擦得出来 擦出来的擦的又不用 擦的不要 手脚就不要 不让用 手脚都不让量 出口都不让用 擦的水它也没不了 它也发不出钱 与出口浆的严格管理不同 维方其他地区生产的内销浆 对农药残留实行的是抽查制度 一年抽查不了几次 无论是做内销浆生意的浆饭 还是农户 对这种抽查都不太担心 那里面下山的那个浆都卖到安邱出了 这个 那手脚是汉的手脚 还是安邱 还是安邱的脚 就是这回是卖 都称是安邱的浆 把安邱的牌子搞坏了 它这个它也抽年了 滥用农药的作物 自己不吃 只供出售 这说明用药人对其中的危害 一清二楚 明知故犯 滥用农药的作物 出口不送 只供内销 这说明我们的市场监管有问题 漏洞明显 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人 为什么外销管得住 内销管不住 说明不同的态度和力度 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能不能管住管好 最关键的是 管理者是否把它当成了天大的事 这种更主要是否则 我们将将是全部阻挡的 半顶